OK的那我們先看一下 有使用Photoshop的蠻多的對不對 所以今天應該不用講太多 因為會Photoshop我應該第一個主題講完就可以回家了 因為我們今天的話呢 你看我們在這邊任務裡面 我直接打開新制服給你看好了 我們今天主要的大概流程會是像這樣 第一個我們當然先跟大家介紹有哪些免費的資源 所以你只要聽完這個應該就可以走了 因為線上很多直接拿了就走了 對不對 再來呢 我們今天有提過的就是有很多的線上服務其實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的 另外呢 我們還會有一個是針對就是本機的軟體的部分 畢竟雲端的有時候像我們比如說像學校 可能連國外的網路比較慢的時候 也許你還是需要有一點點在電腦端使用的一些工具 那當然而且這些所謂的雲端的服務呢 有些是完全免費 那有些是部分免費 那你有些功能你又不想要付費的時候 可能就是我們可以搭配我們這些免費的軟體來用 那我們先看一下 所以剛剛呢 會Photoshop的曾經用過的非常多 那Illustrator也是大家有用到很多 Photoshop那個也很多人用 對不對 不過他已經沒有明天了 他被那個Cole Cole之後那家公司有沒有 並購之後已經不會有新版本了 因為他們家有Cole之後的那個Photoshop軟體 所以原則上大概也不太可能會再有新軟體 那另外呢 Cole之後還有一個Photoshop 這也是蠻有名的免費軟體 那Photoshop呢 我們在之前也都有跟各位就是在學校 介紹過這幾個都屬於免費軟體的部分 那一般我們講的免費軟體 除了這個以外其實還有所謂的GIMP 我們今天會介紹的 還有一個叫InkStep 這一個是點震的 一個是向量的 就跟我們Photoshop跟Illustrator的概念是一樣的 好像Cole之後也是屬於向量的 只是一般講這些 我們一般指的就是所謂商業的軟體 它本身並不是免費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 現在呢 因為其實 手機也很普及 所以呢我們的APP也很多 對不對 APP 美圖秀秀應該是大家最常用的 這個是大陸的 但是也蠻多人用的 那另外 CAMERA 360 很多人用過 蠻厲害的 我沒有想到這個文青相機 竟然還有四個人會用 蠻特別的 好 那另外呢 雲端的服務 你可以看到 像這個的話是 應該是說在目前雲端服務年 最接近Photoshop 最接近的 那它是屬於免費的 免費的 那你可以存檔下來之後 下次再怎麼樣 繼續編輯 當然功能還是不及完整的Photoshop 可是至少它大概有一半的功能 一半的功能 也是相當不錯 另外呢 Google加相簿 雖然它不是完整的 就是說我們講的影像處理軟體 那它在上面可以做 可以做一部分這些影像的一些編輯的部分 好 那另外 這個 我們今天不確定網路順不順 如果順的話 也許我們就可以讓各位實際去做看看 因為去背 除了在本機直接完成以外 其實雲端的也可以做到一部分 有些效果還不錯 有些效果還不錯 好 OK 所以這樣已經差不多了解各位 大部分都是有些抵制的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有了這樣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免費資源要去哪裡找 那這一段我們就先停一下 好 好 好